请听第一卷 平庸少年 第101章 魂魄欲减 做完这一切 汪灵脸上凝重之色更浓 目光闪动地盯着剑鞘上浮现的阵法 双手掐绝 吐出一口蓝色的灵气 那灵气一出现 刚刚碰到剑鞘 剑鞘内漠然间从内置外 燃烧起一团蓝火 说它是火 其实有些不恰当 因为它除了具备火焰状的外形 并没有火的温度 相反 这蓝火一出现 四周的温度立刻下降 阵阵寒流不断涌来 王林眼不眨一下 慎重地控制寒火 开始激烈 这寒火是他模仿结单期修饰的单火自行尝试 因为没有可供商议之人 所以王林极为小心 他刚才推算许久 认为理论上 自己的寒火应该可以激烈武器 时间慢慢过去 三天后 诗音宗外的平原上 叶自在的身影如流星一般滑破昌空 落地后他脚下一踩 顿时失去了踪影 再次出现时 已然是在诗音宗内他的闭关之地 叶自在脸上阴晴不定 一路上心底默默计算 这次与魔道其他三个门派联手的得失 百年前的那次进入域外战场的资格赛 魔道获胜 可这次正道中 因为蒲南子的出现 多了一个玄道宗 增加了不少变数 到底最终的胜负如何 现在还是未知 眉头紧锁 他右手一点额头自语道 那蒲南子 你有没有把我干掉 沙哑的声音从叶子在体内传出 那小北虽说只有原因中期的修为 但已然达到了顶峰 若是运气好 百年之内定可进入后期 成为三级修正国的中级高手 若是老夫吞噬完成 自然不把他放在夜里 可现在嘛 老夫不想节外生枝 叶子在沉默不语 许久后右手一翻 拿出一枚玉碱 这玉碱通体清脆 点点血色细小符纹 在其上闪烁不止 七十七至九十九栋的筑基基地子 速速去三十六栋集合 叶子在说完略以沉吟 看了眼他闭关之地角落被封印了数天的阿呆 心中已有决断 再次拿出一道玉碱 放在额头少许后 一把甩出 慕容正在打坐 猛然间睁开双眼 楚带内的玉碱自行飞出 他面色微变 拿起后脸上阴晴不定 许久之后叹了口气 自语道 幸亏三年前突破了主击初几 从八十七栋一跃进入七十二栋 否则的话 这次恐怕性命休矣 忽然一道清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面前 化成了一个欲解 慕容一争 接过后凝神一扫 立刻冷笑起来 二话不说 转身向着亡灵修炼之地急速飞去 没过多久 他便来到亡灵所在的溶洞 看了眼封闭的入口 亡灵伸手按在旗上 灵力微土 震荡了数次后 高声说道 十足召集驻击七弟子去三十六栋集合 我前来为您引路 过了一会儿 他见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眉头一皱 通过刚才十足给他的传音上看 这亡灵并不讨喜 再加上之前 十足离开 特意吩咐连同他在内的几个驻击七弟子 把持四周通道 由此可见 这亡灵实际上与囚犯无异 但慕容心机深沉 自然不会在语言上显露出来 就在这时 封闭的溶洞内发出咔咔的声音 向两边延伸 慢慢地打开了 汪灵神色疲惫地走了出来 慕容看了汪灵一眼笑道 师祖 您这是怎么了 汪灵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拿出深蓝色的预解说道 三十六栋的方向 还望沐兄引领一下 慕容也不在意 点了点头 侧身走在前方 汪灵目中寒光一闪即逝 内心冷笑几声跟了上去 他这几日的祭练 剑翘虽说没有彻底练化 但却从五分之三加渗到了五分之四 飞剑的威力顿时增长不少 在一个又一个溶洞内行走 过了一会儿 二人来到了一处极大的洞穴 十六根石柱总立在其内 每个石柱上都飘着一团蓝色的火球 阵阵幽光四亿间把此地照得有股阴森之气 洞内整齐地站着二十来人 每一个人身后都飘着一口棺材 棺材的造型各异 但均都散出不弱的气息 把王宁带到这里后 慕容眼神复杂地看了那些人一眼 二话不说转身离开 王宁眉头一皱 他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仔细地打亮了众人几眼 越看他心里越是疑惑 这里绝大部分显然都是刚刚进入筑基期 而且古怪的是 这些人绝大都是神态呆板 没有任何灵性可言 至于筑基中期的修士 一个也没有 但筑基后期的修士 却有三人 这三人明显与旁人不同 就犹如死人与活人的差距一样 王宁眼内瞳孔略一收缩 就在这时四周十六个火球 漠然间一按 紧接着 叶自在的身影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半空中 他出现的一瞬间 王宁注意到 大部分弟子 均都是沿路狂热之色 叶自在目光一扫 在王宁的身上多看了一眼 最后声音平淡地说道 百年一次的域外战场即将开启 为了获得进入的资格 需要与正道争夺 此次争夺按照以往惯例 结单其 原因其不得参与 一会儿 你们将会被送到绝民谷 到那里后 有关我诗音宗的一切行动 以杜臣为首 杜臣 你出来 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人 缓缓从队伍中走出 王林目光一扫 那中年人正是那三个 助击后继的修士之一 已然进入贾丹境界 这是进入域外战场的令牌 你先拿好 记住 这次的争夺赛 根本目的就是抢夺对方的令牌 另外 也要小心磨到的其他三个门牌 凡是杀敌五人者 可获得灵魂自由 叶自在说完 扔给中年人一个令牌 随后又拿出三枚玉剪 目光冰冷 猛然间盯向王林 王林面色如常 望着叶自在 一语不发 这里所有人的一丝灵魂 都在这遇见之内 唯独缺一个 就是你 叶自在语气平缓 淡淡地说道 王林二话不说 咬破时间吐出一缕鲜血 右手在额头一按 顿时一道黄光闪耀 喷出的血液 立刻凝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金色的血珠 这套抽离一丝魂魄的秘法 在之前叶自在 给他的深蓝色玉剪上 有着详细的记录 王林一指金色血珠 顿时血珠画出一道金红 射在了叶自在手中的 一个玉剪之上 叶自在一睁 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这么干脆 原本他还准备 若是对方反抗 就直接杀掉 他之前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不再以对方作为 炉顶或者寄身的尸魁 毕竟在他看来 这王林除了修炼的功法 有些精纯之外 资质不算绝佳 他预备的那些炉顶 与尸魁中 随意拿出一个 资质都要比王林强上不少 所以取舍之下 还是决定选择了阿呆 此时眼看对方识趣 叶自在扫了王林一眼 并袖子一甩 顿时溶动震动 一个圆形的巨门出现 门内幽黑一片 散发出阵阵吸扯之力 把手中封印众人灵魂的 三个御简一甩 分别扔向杜臣 以及人群中的另外两人 王林目光一闪 另外那两人 正是剩下的 助击后期的修士 王林心底疑惑 更加浓郁 他不动声色 默默记住 其中一个助击后期的修士 封印王林魂魄的 那个御简 在对方手中 进去吧 我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叶自在淡淡地说道 杜臣神态恭敬地点了点头 随后当先一步 踏入巨门之内 转眼间就消失无踪 王林神色如常 脚下没有任何犹豫 跟着众人踏入巨门 消失在诗音中 待所有人都走后 溶洞内沙哑的声音回道 叶自在 有着二十多具人偶 再加上由那小子的血肉为引 这些人偶吸收之后 定会狂醒大发 瞬间修为激荡之 甲丹境界 这与外战场的资格 是音宗算是稳战了 叶自在语气平淡开口道 王林体内的阴寒之气 极为精准 身上定有秘密 若是早几年被我遇到 或许还有兴趣调查一番 可现在 我活不过三个月 与外战场开启之日 就是被彻底吞噬之事 所以 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既然已经决定 不选他作为卢顶 索性以他作为人偶之引 为人魁增加几分修为 罗刹 我要求你把阿黛提升至结丹起 他将是我的炉顶 至于尸魁 我希望你在域外战场开启后 进入帮我选择一局 作为交换 我会去一趟枯芒丛林 助紫大人吞噬我师弟无语 沙哑的声音狂笑几声 答应了 绝民谷位于赵国境内偏南之地 谷内极大 甚至还有几处密林流水 作为每百年一次的 域外资格赛的战斗地点 这里常年被雾气缭绕 此时 谷内北侧一片空地上 漠然间凭空出现一座巨门 一个又一个身后 飘着棺材的修士走了出来 待最后一人出来 巨门渐渐化作 点点亮晶 慢慢地消散 就在这一瞬间 留在最后的三个 筑基后期的修士 相互看了眼 二话不说 正要捏碎手中的 魂魄欲碱 请听第一卷 平庸少年 第102章 道节 王林一直盯着持有自己 魂魄欲碱的修士 在对方三人 正要捏碎欲碱的瞬间 他二话不说 张口吐出一道绿光 绿光一闪间 瞬息展向对方 绿光一出 顿十四周 寒气逼人 与王林 性命相休的 血炼飞溅 在王林 修炼黄泉生俏诀 体内灵力一变后 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一丝极的寒意 不知不觉中 在飞溅上展现 飞溅上的寒气 极为霸道 四周花花草草 被这寒气一冲 顿时变成冰晶 就连旁边的那些 筑基初期的修士 也均都是在一瞬间 身体变得僵麻 表皮肉眼可见的 迅速结晶化 持有王林魂 魂魄玉剑的修士 立刻吃了一惊 来不及捏碎玉剑 连忙后退 但让他做梦 都没有想到 那绿色小剑 居然嗡的一声 在他面前 失去了踪影 一愣之下 修士连忙寄出 防御法宝 但已然来不及了 飞剑出现在 对方身前一米处 绿光一闪 刺入修士喉咙 穿透而出 一道血剑飙出老远 修士不敢置信地 捂着脖子 缓缓倒下 王林身子一跃 割空抓住 魂魄玉剑 顺手扔进楚带中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用电光石火 来形容最为恰当 此时 其余两名助击后期的修士 已经捏碎了魂魄玉剑 一股粉色的烟雾 从碎裂的玉剑中飘出 如同浪涛一般 呈环形向四周激荡而去 诗音宗弟子 存放尸魁的棺材 一个个在碰到粉色烟雾的瞬间 立刻不约而同地 从棺材内传出 呲呲的声音 就如同是有人躺在棺材里 用双手指甲 不断地刮着棺木一般 再看那些筑击起的弟子 一个个仿佛被施展了定身术一般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捏碎玉剑之后 那两个助击后期的修士 看都不看王林一眼 以极快的速度 冲向即将溃散的巨门内 二人一闪而入 紧接着 巨门彻底消散 化作点点精芒 慢慢消失的无影无踪 王林二话不说 迅速退出老远 遥望师音宗弟子所在的位置 沉默不语 此时 吱吱声越来越大 突然 其中一个棺材盖子 猛然间碎裂开 一双乌黑的手爪 直挺挺地冒出 并且随之传来 厚重的喘息声 慢慢地 一个全身长满黑色长毛的干尸 从棺材内坐起 双眼散发出绿光 他扭头 打亮一下四周 最后目光放在距离自己最近的主人身上 眼中露出嗜血的寒芒 他猛然间跃起 力叫一声 一把抓住他的主人 鼻子狠狠一息 顿时 那名铸鸡初期的修士 身子颤抖起来 皮肤以极快的速度萎缩 变成一丝丝白色气体 飞快地钻入尸魁体内 与此同时 那尸魁身上干枯的肌肉 立刻如同注入了活力一般 慢慢鼓胀起来 没过多久 那修士已然皮包鼓 只有初期没有进气了 再看那尸魁 已然恢复了人形 紧接着 尸魁再次一息 修士惨哼一声 身子歪倒 气绝身亡 一缕黄色的气体 悠悠然从尸体上飘出 被尸魁大手一抓 直接塞进嘴里 很快 尸魁的身体迅速改变 头发重新长出 身体上黑色的毛发 渐渐脱落 几乎是转眼间 他变得与之前修士 一模一样 与此同时 一个接着一个棺材盖 陆续地碎裂开 一双又一双尸爪 从棺材内伸出 这些尸魁一出现 立刻跃起 冲向各自主人 并不是全部的尸魁都是这样 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尸魁 在爬出棺材后 茫然地看着四周 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汪林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凡是吞掉修士的尸魁 最终全部拥有了差不多 助击后期的修为 看着眼前这十多个怪物 汪林头皮发麻 小心翼翼地后退 就在这时 陆续的惨叫声 接二连三地响起 之前那些吞噬完的尸魁 一个个变成各自主人的样子后 纷纷把目光投向剩余的那些士音宗弟子 不约而同地一拥而上 血肉纷飞 兴风扑灭 王林二话不说 转身迅速离开 走出老远后 王林面色阴沉地 站在谷内的一处密林外 世音宗的毒辣 他算是见识了 若是自己在那修士 没捏碎玉剪前阻止了 恐怕自己现在就会成为 那些怪物的果腹之物 冷笑几声 王林深知这绝命谷内危机四伏 赵国正魔两道的门牌 几乎全部云集在此 有关域外战场的事情 王林不打算参与 准备找到出口离开这里 他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寻找阴寒之地 闭关修炼 提高修为 越是接触修真戒 王林就越觉得身边处处危机 一个不小心就会送命当场 但既然踏上了修仙之路 若想安全地走下去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同时天逆珠子 所需要的木属性材料 也是王林目前放在心里的重点 正思考着 漠然间王林猛然间退后几步 刷的一声 一道黑光 从他刚才站立之地一闪而过 与此同时 一阵阴沉的笑声 从密林中传来 小子 躲得挺快 一个身穿滑服的青年 慢悠悠地从密林内走出 面带笑容地盯着王林 上下打量一番又道 哪个门派的 王林神色如常 冷言道 诗音宗 华福青年一睁笑道 诗音宗 传闻中 诗音宗的弟子 随身都会带着一口棺材 你的棺材呢 王林看了对方一眼 皱起眉头 那青年冷哼一声 右手一指 一把黑芒出现在他指尖之上 说道 不管你是不是诗音宗 留下你的处带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 神石一扫 发现密林内还有三人 他没有说话 后退几步 青年看到王林后退 脸上露出轻蔑之色 右手一点 顿时黑光一闪 对着王林胸口心脏处射去 王林眉毛一挑 袖子一挥 引力术化作一只大手挡在身前 黑光撞击在大手上 冲进几寸后 消散一空 王林冷淡地看了青年一眼 神石中发现密林内的三人 正飞快向这里避来 他不愿与对方纠缠 迅速后退 青年脸上微怒 对方虽然与自己一样都是筑击初期 但他身后跟着三个师兄 其中一个可是筑击中期的秀为 他们四人没有与天道门其他人同行 而是另有打算准备暗自行动 趁这次机会杀人夺宝 要知道 这次的争夺赛 各自门派纷纷洒下大量法宝 给筑击七弟子 以便提高实力 此时 眼看对方是一人 青年不由地生起了杀人的念头 现在 眼看王林后退 他二话不说 一拍除袋 顿时一把八寸长的尺子飞出 这尺子通体翠绿 出现后立刻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青年深吸口气 二话不说一点翠齿 顿时尺子一动 嗡的一声 一只硕大的黑色灵芝 从尺子上冒出 灵芝一出现 顿时脱离尺子 飘在半空 青年表情凝重 快速从褚带内拿出遗物 抛出 只见红光一闪 一只通体血红的毒蜂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灵芝 几口之下 便把灵芝吞噬完 他的体积顿时长大了几倍 犹如拳头大小 立明一声冲向王林 这一切说来缓慢 但实际上也就是一眨眼的事件 王林眼中寒光闪烁 绿色小剑瞬息一闪 出现在他面前向着毒蜂冲去 毒蜂嗡鸣一声 颇有灵性地在飞剑次来的瞬间 向旁边一躲 就在这时飞剑陌然间在原地消失 出现时已经逼近青年 电光火势间从他胸口穿透而过 带起一腔鲜血 花副青年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暴毙而亡 青年一死 半空中的翠齿立刻失去了光泽 掉了下来 王林引力数大手一探 抓住尺子以及青年腰上的除袋迅速离开 毒蜂在半空盘旋一圈 迅速向王林顿走的方向飞去 与此同时 三道人影迅速冲向密林 这三人二男一女 其中一男面色阴沉 扫了眼地上的尸体 咬牙喝道 追 此时此刻 远在赵国北部的边陲小镇 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其中一人脸形枯瘦 身穿黑袍 双眼开合间 阴毒之色闪过 在他的身边 跟着一个先锋倒鼓的修士 这修士年纪颇大 脸上皱纹极多 但却有一种飘逸之气 从其身上散发而出 与黑袍老者的阴沉 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时 他站在阵外 手中拿着一面 古色镜子 不断地打量 手中掐算不止 启明道友 算出来了吗 黑袍老者声音 充满肃杀之气 愣声道 修士眉头一皱说道 滕花园 你既不知那人姓名 也不知长相 只凭借一丝诅咒之力 让我如何寻找啊 那黑袍老者 赫然就是滕花园 他盯着修士 一字一字地说道 启明道友 老夫不惜开罪 无风骨 取来域外战场的资格令牌 就是为了你的天算之术 你若能帮我找到那人的至亲 一切要求 只要我滕花园能做到 绝不皱一下眉头 修士沉默少许 叹了口气说道 唉 罢了 我尽力就是 不过疼道友 冤有头债有主 还望你少生杀孽 请听第一卷 平庸少年 第103章 道子爷 2 腾花园 阴森一笑 双眼露出滔天的杀机 心里暗道 丽儿 太爷爷来给你报仇了 想起腾力 腾花园忍不住悲从心来 腾家第四代中 最为瞩目 天资绝佳的小辈 就这样突然的被人杀死 腾力死后 腾花园曾详细的调查 最终查明了事情的缘由 除了亡灵之外 他把所有造成腾力死亡的贤杂人等 全部记恨在心 此时那先锋道骨般的修士悠然一探说道 腾道友 那人我之前已经给你算出 身处绝民谷 你为何还要寻找其至亲之人呢 算了吧 腾道友 缘有头债有主 迁怒凡人 这种事情传出去 为时太过难听了些 腾花园面沉入水 盯着修士一语不拔 修士苦笑摇头 摸着手中的骨镜 右手掐绝 轻轻一拍 顿时骨镜脱手飞出 在半空中徘徊一圈 似在寻找方向 但过了许久 骨镜左转右转 始终无法寻找到最终的方向 修士眉头一皱 心知这可是提供的线索太少 于是袖子一甩 右手一点半空中的骨镜 那小镜子立刻重新回到修士手中 修士咬破指尖 飞快在镜面上画下一个符号 又是一炮 这次镜子迎风见掌 立刻变大了几倍 镜面晶莹剔透 闪烁层层波纹连衣 镜面一斜 照向藤花园 藤道有墨精 老夫这古镜 需要吸收你与内人的诅咒之气 修士表情凝重地说道 一丝丝黑色的气体 从藤花园额头散出 飞快地钻入古镜之内 镜面的波纹越来越多 层层涟漪之下 一座大宅子慢慢映入其内 藤花园目中杀机一闪 看了一眼之后 二话不说 钉向那先锋倒鼓的修士 修士略意犹豫 轻叹一声 右手一招 古镜飘下 瞬间增大数倍 变成一人多高 修士苦笑一番 一脚踏入镜面之中 藤花园嘴角露出凝笑 跟了进去 二人进入镜面后 古镜迅速缩小 最终消失无踪 距离此地百里之外 有一座小镇 王家在十里八乡间 算是一顶一的望族 据说 族内有数名族人 败入了仙人门派 在这偏僻的小镇来说 可谓是人人皆知 王家是木匠出身 在镇子内拥有大大小小 数间作坊与店铺 在外人眼里 王家几乎可以说 是方圆几十里内 最大的家族 整个镇子内 最奢华的 就要数王家的大宅子 这一日 天上的太阳 如同一个大火炉 烤焦着大地 王家祖宅的看门伙计 正斜靠在门栏上 拿着扇子 不断地驱赶燥热 他身上的青布挂子 后背与前胸处 已经被汗水浸湿 这该死的天气 热得不让人活了 伙计解开挂子 用扇子狠狠地扇着 这时 宅子内一处 偏房房门被推开 一个丫鬟打扮的少女 拿着一个青瓷碗 走了出来 在宅子内 左转右转的 没过多久 便来到大门处 看见小伙计后 扑吃一笑说道 哥 喝碗酸梅汤 解解数吧 小伙计回头一看少女 顿时眉开眼笑 结果青瓷碗 一口喝干 顿时通体一阵清凉 叹道 还是老爷们会享受啊 这冰镇酸梅汤 可真好喝 小妹 你出来的时候 没让号少爷看见吧 少女拿过扇子 一边给伙计扇风一边笑道 哥 你放心吧 少爷没看到我 我是趁他不注意才跑出来的 再说了 号少爷人可好了 就算看到也没事的 伙计享受着妹妹扇来的风 点头说道 那是 号少爷可是仙人哪 哪能和咱们一般见识 小妹 你要多表现一下 要是能被号少爷 看中那位小妾 到那时候 你哥我 可算混出头了 给我个执事干干 我就满足了 少女翘脸一红 白了他哥一眼 说道 哥 你在王家时间比我长 听说 一共有三个少爷 被选为仙人 可我来到这里都三年了 怎么除了号少爷之外 就看到过一次 卓少爷回来 没有第三人哪 伙计得意的说道 这事啊 我还真知道 那第三位少爷 叫做王林 与号少爷他们比 哎呀 没法比 听说是一个 他刚说到这里 忽然收口 呆呆的望着天空 只见一道长虹 破空而来 眨眼间就落在 在地上 露出一个身穿 黑衣进衫的青年 这青年面白如玉 剑眉心目 生得颇为俊朗 一把宝剑背在背后 剑碎飘动 以赴出尘之气 悠然而生 但若细看 则会发现 他已然不再年少 眼角略带细纹 曾经的傲气 此时荡然无存 略有一股 沧桑之意 卓 卓少爷 小伙计结结巴巴的 连忙弯腰 少女也被对方 这从天而降的方式 吓了一跳 慌忙地站在他哥哥身后 来人正是王卓 他皱着眉头 看了伙计一眼 说道 你叫王涛吧 伙计没想到 王卓居然记得 自己的名字 立刻精神一震 连忙说道 卓少爷 小的正是王涛 王卓略以犹豫 缓缓说道 王涛 有关王林的事情 是谁告诉你的 怎么说的 王涛心底一颤 连忙说道 呃 是 是管家他们说的 说林少爷 估计是没脸回来 还说 他当年是个废物 妄图与您 抢夺修仙资格 王卓沉默不语 须旧之后悠悠一叹 似自语 又似对王涛说道 哼 废物 和他相比 恐怕我才是废物吧 王涛一争 他听到了王卓的话 心底立刻疑惑 就在这时 忽然从宅子内 走出一青年 这青年虎背熊腰 仪表堂堂 站在不远处 望着王卓 平淡地说道 王卓 好久不见 王卓苦涩一笑 说道 王卓 咱们有三年没见了吧 你变化好大呀 王浩脸上露出惆怅之意 二人均都沉默下来 伙计王涛与他妹妹 站在一旁 大气不敢喘 望着这两个人 王涛知道 他们就是王家的天之骄子 高高在上的仙人 有王林的消息吗 王浩低沉地说道 唉 自从他离开恒岳派后 就再没有任何消息了 王卓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说道 你现在什么修为了 在玄道宗 以你的资质 应该能被不少的长辈看中吧 王浩叹了口气 问道 一言难尽啊 我现在是宁琪琪第十一层 这还是去年鄙视 侥幸获胜后 进入后山才突破的 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想必最少也是宁琪琪第十五层了 王卓苦涩地说道 王浩沉默少许自嘲道 嗨 我现在才宁琪琪第七层 这才几年的时间 茶具就拉开了 王涛越听越是心惊 他虽然不明白什么是宁琪 筑琪是什么意思 但从二位少爷的言谈之中 还是能听出的 这个王林 绝对不是管家说的那样 看这样子 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就在这时 漠然间整个天空一暗 原本燥热的气温 在这一瞬间消散一空 一个巨大的镜子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半空 镜面一阵波光闪动 层层涟漪之下 跨步走出二人 这二人其中一人 拥有先锋道骨之气 另外一个 则被阴森之意笼罩 一股庞大的威牙 陡然间从天而降 王卓与王好面色大变 岂不敢深喘一下 王卓连忙抱拳恭敬道 万辈玄道宗王卓 拜见两位前辈 那先锋道骨的修士一征 看了王卓一眼说道 玄道宗 你可有凭证 王卓心惊肉跳 应有不好的预感 联盟从楚代里 拿出一枚证明身份的玉检 修士大手一抓 玉检拿在手中凝神一看 随后扫了王浩一眼说道 你也是 王浩本是精明 此时没有任何犹豫 点了点头 藤化员轻哼一声 袖子一甩 顿时砰砰两声 站在王卓身后的那火鸡 与他妹妹 头颅立刻炸开 血肉四溅 两道黄色的烟尘 从二人躯体内飘出 藤化员右手一挥 一把黑色小旗飘在半空 一卷之下 那两道烟尘立刻被收入旗内 紧接着 旗帅上露出两张痛苦的脸孔 正是伙计与他妹妹 今日此地 鸡犬不留 藤化员 藤化员阴森地说道 一个踏步 越过王卓与王浩 向宅子内走去 再说王林 飞快地在绝冥谷内顿走 在他的身后 二男一女三人 一脸杀气地追寻 正奔跑间 忽然王林胸口一痛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锥子 正在狠狠地刺进一般 这种痛 不是肉体的伤害 而是一种 飘渺虚无间 来自灵魂的阵痛 一股莫名其妙的惊恐与烦躁 自他心中生起 这种感觉 王林从未拥有 那是一种 死心裂肺的疼痛 仿佛全身的血液 在这一瞬间 被全部抽离出体一般 阵阵眩晕 涌上心头 王林强忍着莫名其妙的痛处 脚步飞快 眼看身后三人不断的追寻 他眼中寒光一闪 调转方向 冲着十音宗的聚集地 欲见飞去 四道长虹 以极快的速度 划破绝冥谷当空 恐惧 无助 这是王浩与王卓二人心里 谨慎的念头 他人甚至连动也不敢动 眼睁睁的看着 伙计王涛与他的妹妹 命运当场 先锋倒鼓的修士 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轻叹一声 转过头不再去看 滕花园凝笑地踏入大门 双手一合 分开时 一道紫色环形波纹 顿时四散开 笼罩整个宅子 让里面的人插翅南飞 紧接着 他抬起脚步 走进距离最近的一间偏房 这里是下人居住之地 只听见阵阵凄惨 无比的哀嚎 从房间内穿来 一道道黄色的细烟 从房间里飘出 被萧綦吸入 七八个王家下人 痛苦的面孔 浮现在旗帜之上 滕花园脚步未停 继续走进下一个房间 又是连续几声惨叫 王浩身体颤抖 有心想要反抗 但却说不出话来 很快的 所有的下人 全部沦为冤魂 滕花园脸上 猙獰之色更浓 此时 王家大部分人 均都被这阵阵惨叫惊动 纷纷想要出房查看 但一个个却惊恐地发现 所有的房间 都被紫色的光芒笼罩 根本就出不去 只能听见 外面不断地传来 阵阵凄惨的哀号 这种未知的恐惧 让所有王家族人 纷纷成皇不死 滕花园嘴里 胆喃自语道 丽儿 那人杀你 我就杀他全族为你报仇 说着 他再次踏入一个房间 王浩身体矩阵 仿佛有一股力量 从体内冲出 脑子一震 不顾一切地冲出几步 大声喊道 不 滕花园回头冷笑一声 右手一挥 顿时 那间房间 无声无息间 化为飞灰 露出里面一脸惊恐之色的 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 正是王林的三叔与三婶 也就是王浩的父母 滕花园右手隔空一抓 王浩的父亲立刻身子腾空 双手握住脖子 脸上立刻憋得通红 张开嘴 露出极为痛苦的表情 王浩双眼充满血丝 眼泪哗哗的流下 他大喝一声就要冲出 被王浩一把抱住 王浩死死地摁住王浩 低声道 王浩 不要冲动 对方是原因其老怪 滕花园冷笑几声 右手一收 顿时砰的一声 王浩的父亲头部化成了血雾 半截身子掉在了地上 灵魂立刻离体 被黑色小旗收入 不 王浩的嗓子沙哑了 他只感觉一股胸口 仿佛被巨石砸中一般 喷出一口鲜血 蒸蒸地看着自己父亲的尸体 喃喃自语道 为什么 为什么 滕花园再次一抓 抓住王浩的母亲 捏碎他的头颅后 把尸体向后一甩 扔在了王浩身前 王浩身子一晃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彻底地垮了下来 抱住他母亲的尸体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 他猛地抬头 盯着滕花园 撕声吼叫 为什么 滕花园面色阴沉 大袖一甩 顿时整个王家大宅子 在一阵紫光闪耀中 纷纷化作飞灰 消散一空 留在地面上的 大约有四十多人 这些人 均都是王家的族人 他们一个个 均都是恐慌不已 女眷更是忍不住哭泣之声 除了活人之外 地面上的全部都是没有了头颅的死尸 滕花园凝笑地抓起一人 他是王林父亲的三叔 目前王家资格辈分最大的老人 在四周所有人的尖叫声中 被滕花园抽离了魂魄 凄惨而亡 王浩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丝毫没有发现 王卓摁住他的手 已经在他的胳膊上 抠出了血痕 王卓不敢去看人群中父母的双眼 他身体颤抖地低下了头 双眼一片血红 人群中哭声一片 王林的四叔半生都在草莽之中 身上胆气 更要胜常人数倍 他惨然一笑 似乎响开了 他截然一身 媳妇在一年前病死 儿子更是在多年前 被送到江湖门派历练 此时倒也豁出去了 高尚问道 尚先 我们王家到底哪里得罪了你 我等凡人在你们眼里 就如同蝼蚁般 但就算是蝼蚁 你也得让我们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先锋道骨的修士轻疑一声 目光闪动 大亮着这中年汉子 为什么 腾化园双手连点几下 顿时又有数人死亡 血肉四溅 一片模糊 你们王家出了个人物啊 既然敢杀我玄孙 我就灭他全族 说完 他右手一拍 地面轰然一颤 师座人立刻丧命当场 王浩正脱开王卓 就要冲上去 被王卓再次摁倒在地 他脸上泪流满面 低声道 王浩 不管以前如何 现在我们要活下去 只有活下去 才能报仇啊 王宁的四叔 惨然一笑 说道 上县 我王家 怎么可能会有人 杀你玄孙 几百年来 我王家修仙之人 只有三个 说到这里 他忽然一顿 似乎想到了什么 村活的人中 王卓的父亲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颤声说道 上县 杀您孙儿的那人 是否叫做王林啊 彭化园眼中寒光一闪 心里默默念叨 王林 原来他叫做王林 他看了对方一眼 右手一抓 顿时把王卓的父亲 抓到身前 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字的说道 把这王林的事情 和我说说 王卓的父亲 连忙一五一十的 把有关王林的一切事情 连同他父母的住处 全部说了出来 他心里很毒的想到 死吧 都死吧 即便不是你杀的 王家都没了 你爹娘也陪葬吧 彭化园听完 长笑一声 双手一合 分开时一个雷球出现在双手之间 他随意的一推 顿时一道环形的波纹荡漾开来 王卓之父距离最近 刚一碰到雷球波纹 立刻全身一抖 连同衣服 全部化为飞灰 随着波纹的扩散 所有碰触之人 烟消云散 灵魂全部被黑色小旗吸收 在这波纹就要波级到亡灵四书时 他已经闭上了双眼 但一道柔和的白光 漠然间照在了他的身上 阻拦住雷球波纹 腾化园转过身 盯着先锋倒鼓般的修士 修士叹了口气说道 腾道友 此人留下吧 我有用处 腾化园冷笑 指着王卓与王浩二人 对修士说道 他二人 你不会插手了吧 修士轻笑一声 看着腾化园说道 腾道友 你何必明知故问呢 你若在我面前杀死他二人 我当时不会去管 但玄道宗的蒲南子前辈问起 我自然也会如实相告 腾化园看着修士 许久之后脚下一踏 轰轰声中 整个王家的大宅子 成了一片废墟 至于王卓等人 他看都不看一眼 按照之前得到王家的路线 腾空飞去 王卓身体颤抖 蒸蒸地看着废墟 沉默少许后 他跪在地上 重重地磕了几个头 额脚已然破碎 血流满面 此时的他脸上略显猙獰 王浩牙关咬紧惨笑一声 身子一歪 倒在了地上 王卓起身抱起王浩 宠修士一弯腰 向着玄道宗的方向飞去 往日的磕磕绊绊 随着王家的覆灭 一扫而空 修士暗叹一声心道 造孽呀 也不知道这事 我做的是对 是错呀 不过这中年汉子 胆识不凡 能就一个就算一个吧 想到这里 他袖子一甩 与王林的四叔 消失在王家祖宅 藤化园几乎是瞬间 就来到王林家的村子 他身后的黑色小旗上 王家上下一百多人的灵魂 全部被封印旗上 仔细看去 上面密密麻麻 无数张脸 均都露出痛苦之色 生生凄惨的哀嚎 从旗上飘出 不由得阴风阵阵 到了村子后 藤化园神师一扫 立刻找到了王林家的房子 宁笑一声 冲了下去 一刻钟后 藤化园从王家走出 右手一拍黑棋 顿时黑棋迎风见掌 变得巨大无比 紧接着 藤化园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鹰血 黑棋立刻发出 阵阵鬼哭狼嚎之声 旗席上 荡起一圈圈连衣 慢慢的 连衣渐渐平息 露出一幅画面 画面中 王林正在一处 密林间飞快地行走 藤化园宁笑一声 右手一点画面 再说王林 莫名其妙地心惊肉跳下 带着身后追来的三人 向着诗音宗的集结地奔去 莫然间他胸口前 莫然间他胸口前传来 莫然间他胸口前所未有的一痛 仿佛有一口气被抽离了一般 惨哼一声 他脚下一个亮枪 半跪在地 喷出一口鲜血 痛 难以想象的痛 难以形容的痛 这种痛 如潮水一般将王林淹没 修仙之人 在某些方面感觉极为灵敏 在这一刻 王林心中涌现出从未有过的惊慌 他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 父母慈祥的面貌 紧接着 王林看到了一幕 让他终身铭记的画面 不 王林的双眼 流下了两行血泪 他表情痛苦 身体颤抖 一丝丝阴寒灵力 在他体内暴走 彻底的不受控制 方圆十米之内 所有草木 立刻变成了蓝色结晶 这种阴寒灵气的扩散 一直在加剧 在这一刻 王林灵力中极的境界 无止境地攀升 极境 无所不用其极 请听第一卷 平庸少年 第105章 极境灵世 在上古时期 极 道 使 三个灵力境界 尤为难以琢磨和领悟 这里面 极境在神秘上 不如道境 在莫测诡异上 不如使境 但在上古时期 若是出了一个 拥有极境灵力的修士 那么 这就是一场 浩劫 极境不如道境神秘 不如使境诡异 但若论可怕 道使两境 却远远比不上极境 极境 无所不用其极 拥有此境的修士 冷酷无情 远超旁人数倍 所以在上古时期 一旦出现极境修士 那么往往是所有修士 全力灭杀的存在 极境 在上古修真界 被比喻为 真正的逆天存在 若把魔道比喻成 洪水猛兽 那么在上古时期 魔道与拥有 极境的修士相比 那简直就是 乖巧的不得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 其实 即便是在上古时期 对于极境的研究 也从未间断 但最终对于这可怕境界的缘由 却依然停留在摸索阶段 时至今日 有关极境的记载 大部分都已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没有人知道 极境是如何获得 如何拥有 只是在一些高等级修真国的 某些超级大派的藏经之地 留着那么几本 有关极境的描述 上古时期某年 古涅国灵巧宗出了一个天才修士 十年时间进入结单期 后灵巧宗遭受其他门派灭门 又过了五年 一个神秘修士横空出世 一个月的时间 连杀修士近万人 血染漫天 以原英初期的修为 连杀同阶修士不说 更是连化神器强者都无法抵抗 最终甚至阴变器出现 都无法阻止杀劫的蔓延 最终摆下巨灵阵法 才得以诛杀此人 上古时期某年 清水国覆灭 储君败入某国修真门派 三十年后横空出世 灭杀所有修真者 无论男女老幼 凡是招惹者尽数灭绝 仅仅七天 整个清水国 没有一个修真者存在 甚至连此人所属的门派 都没有逃过此劫 鲜血染红了清水国的土地 正当上级修真国 派下大量高手 准备侵杀此人时 整个清水国的血海 沸腾而起 以血杀敌 留下了浩浩之名 最终神秘失踪 有人猜测 他已经渡截 诸如此类的事情 都用一个共同点 这些修士 都是拥有寂静者 至于这些人 如何拥有的寂静 没人知道 有的人猜测 是遭逢巨变 有的人猜测 是这些人 拥有同一个宝物 这宝物的传承 造成了每一个拥有 磁宝的人 可以获得寂静 林林总总 各种各样的猜测 此起彼伏 但最终 随着上古修真界的消失 这一切都渐渐的淡缺了 没有任何人知道 此时此刻 在一个三级修真国 好不起眼的赵国内 一个叫做绝名谷的小地方 一个叫做王林的青年 正在慢慢的蜕变 渐渐的向着真正的寂静 迈步 若是藤化元知道这一切 恐怕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成为那个 促使寂静传人的催化者 王林半跪在地上 身体外方圆几十米 被蓝色的冰晶覆盖 成为一片绝育 在他的胸口 天逆珠子前所未有的闪烁黑色光芒 从他胸前飘起 悬在头顶 藤化元在利用 王林至亲的血脉相吸中 在王林的脑海中留下一句话 我在绝名谷外等你 开谷之日 若你不出现 我就毁掉魂旗 让你亲人魂飞魄散 此时天道门的二男一女 迅速追了上来 在王林几十米外突然停下 地面上诡异的冰晶 泛着幽幽的蓝光 让他们心中一柄 尤其是在那冰晶中心位置的青年 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 万物灭绝的气息 这气息 即便是那个筑基中气的修士 也不由得心惊肉跳 犹豫了一下 这筑基中气的修士 果断地一挥手说道 退 说吧 他正要离开 这时三人中的女子 突然盯着王林头顶的 天逆珠子迟疑道 师兄 我看那珠子非常眼熟 旁边另外一个男子 失声道 这 这 这是始祖说的那个珠子 说着他眼中露出滔天的狂热之色 那个筑基中气的修士 一睁之下 仔细一看 面色立刻凝重起来 但紧接着 一丝贪婪涌现心中 有关获得这珠子的奖励 顿时涌上心头 上脚者 获赠应变其法宝一件 所属门牌 获赠十具相当于化神器的炼尸 所在修真国级别 提升一级 三人相互看了眼 均都看到对方眼中的狂喜 那女子立刻拿出传音符 正要传音 忽然被筑基中气的修士 阻拦住 低声道 这人虽然诡异 但若我三人批命 定可杀死 你若通知其他人 这天大的功劳 绝对不会属于咱们 女子一睁 犹豫了一下 收起传音符 三人立刻各自拿出法宝 二话不说 一起祭出 就在这时 汪灵睁开了双眼 她的眼睛已经失去了血色 而是变得阴沉似水 一股强烈的杀鸡 不由自主地涌现心头 随着杀鸡的涌现 她体内的灵力 立刻流转 激进的第一大功效 就此展开 同境界下 激进修士无敌 盯着不远处的三人 往里面色阴沉的一挥手 顿时蓝光一闪 地面上的冰晶迅速飘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 瞬间就把三人包裹 三人的表情 动作 全部停留在出手的一瞬间 王林站起身 右手一抓 天逆珠子立刻收回 珍重地放在怀里后 王林从三人身边经过 包裹三人的冰晶 出现几丝裂痕 碎裂开 三人倒地身亡 王林默默地走在绝冥谷内 忽然一到剑光破空而来 落地后出现一个青年 他二话不说一指飞剑 飞剑一颤 顿时向王林刺来 王林脚步未停 在飞剑刺向身子的瞬间 一道蓝色冰晶出现在飞剑上 眨眼之间 飞剑变成了一团冰陀 青年大吃一惊 立刻后退 他本来远远地看到 王林独自一人 修为不过是筑机出奇 于是想要过来杀人夺宝 可却没想到对方居然连手都没抬 自己的飞剑就被毁掉 惊恐之下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逃 但没等他退后几步 只见绿光一闪 一把绿色小剑自他胸口穿过 他的身体立刻化为冰晶 倒在了地上 王林从始至终 脚步都没有停顿一下 一天后 在谷内某处 正抹两个宗派 有七八个人在斗法 两旁分别有数人观战 就在这时 王林寂寞的身影从一旁走出 仿佛没有看到前方的人一般 向前走去 磨到观望之人 有一中年男子 眉头一皱 二话不说 向王林扔出一道雷浮 顿时 惊雷从天而降 但在碰到王林的瞬间 蓝色冰晶顺着雷电窜出 居然把天雷这种无形之物冰冻住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厮杀 呆呆地看着面无表情 向他们逼近的王林 紧接着 跑出雷浮的那中年人 胸口绿光一闪 惨哼一声 身体立刻泛着蓝光 变成冰晶 倒地身亡 众人为之一惊 此时 王林已经临近 在他前方站着四人 这四人正要说话 但只见蓝芒闪性 四人全部变成冰晶 布了中年人的后尘 至此 众人纷纷向两旁撤开 正道一百一青年抱拳高声道 道友是哪个门派 在下圆柳派 弟子周全 王林置若罔闻 继续向前行走 慢慢地 在他的前方 没有一个人阻拦 王林缓缓地走过 一直走出一百多米后 魔道中有个年轻的弟子 盯着王林的背影心底冷笑 杀我师兄 我记住你了 王林猛然间停下脚步 他感受到身后传来浓郁的沙气 转过身 双眼冰冷地盯着那个魔道弟子 那弟子在王林的目光之下 立刻如同深入冰窟一般 全身从里到外 一片寒冷 他连忙低头 不敢看王林的眼睛 凡使看到这双眼睛的羞逝 全部倒吸了口冷气 在这双眼睛内充满了死寂之色 其内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杀鸡 一阵阵寒意在众人心底翻滚 盯着那修士少许后 王林转过身 继续向前走去 魔道的那位修士 胸口绿光一闪 喷出一口鲜血 倒在了地上 身体立刻化成冰镖 甚至喷出的鲜血 也在半空变成了冰块 摔在了地上 所有人大气不喘一下 一直待王林的身影消失后 双方也失去了私斗的想法 各自撤退开 就这样 一路上王林所欲之人 凡是冒犯者 全部在他一挥手间变成了冰镜 即便是筑基后期的修士 也无法抵挡 在死亡数人之后 纷纷躲避 不敢招惹 三天的时间 死在王林手中的修士 不计其数 请听第一卷 平庸少年 第一百零六章 等级 修真国等级的提高 除了某些特殊的事件之外 五级修真国以下 只有一种方式 修士独自修炼制 结单 元英 化神 应变 随着境界的攀升 所在修真国的等级 也会一级一级的提高 一级修真国若有本土修士达到结单期 则本国自动攀升到二级修真国 若有元英期则晋升至三级修真国 以此类推 有化神期修士 则升到四级修真国 有英变期的修士 变成五级修真国 这样的升级 除了需要时间之外 还需要莫大的机缘 尤其是越往上 越是艰难 往往千年也不会出现一次 至于三级升四级 四级升五级 则更是万年也未必能成功 但是虽然困难 不过这是唯一的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终究还是会有一些人 或机缘巧合 或天资聪颖 或另有机缘 或友人相助 总之 慢慢的始终还是会出现 符合要求的修士 帮助所在修真国攀升等级 这些人毫无例外的 会成为所在修真国的领袖 修真国到达四级之后 拥有了参加域外战场的资格 若论实力 四级修真国 根本就无法与五级修真国媲美 境界的差距 不是数量可以弥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四级修真国的绝顶高手 化神后气的强者 放在五级修真国 则立刻沦为二流 在英变期高手面前 他们如同弱不禁风的孩童一般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若果没有意外 那么一个英变期高手 就可以给四级修真国灭国了 这样的事情 在修真界的历史中 不止一次地发生过 所以 四级修真国的域外之战 其实说白了 只不过是各自靠山的五级修真国之间的对抗棋子罢了 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域外之战 还是要在五级修真国之间展开 一个修真国一旦达到五级 那么首先要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资源与材料 庞大的国里 属之不尽的修真者 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国破人散 即便是靠抢劫低等级修真国 也无法补充材料与灵器的消耗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攀升到六级 五级升六级 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修为提高那么简单 高等级修真联盟规定的方法同样只有一个 这就是涉及到了域外战场 域外战场是一片充满裂缝的空间 这里无边无际 充满了各种轻易灭掉化神奇高手的钢峰 以及空间裂缝 一旦被钢峰吹倒 除非修为达到应变期 否则立刻会被熔炼成灰 除了钢峰之外 最诡异莫测的 还要数拿不知何时会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 一旦有修士被犬入其中 即便是应变期老怪 也难逃一劫 只有六级修真国的强者 方可在域外战场内来去自如 每隔几百年就会有一场域外大战 交战双方均都是四级以上的修真国 这种大战是整个修真联盟允许并推动而成的 凡是连续获胜超过千次者 修真国等级则被提升至六级 获得大量的材料以及功法 获胜方更是可以选送一个代表 接受修真联盟的传功 直接提升到超越应变期的修为 当然最关键的奖励 也正是让参战的五级修真国为之疯狂的 则是会被修真联盟赐予一个星球 作为获胜方修真国的基地 修真之人对于天地灵气 以及各种天才宝地极为重视 甚至可以说修仙的基础就是灵气与材料 拥有一个星球 这是六级修真国的标志 但修真联盟对六级修真国的考核极为严格 第一步是需要域外战场连续胜利千次 获赠星球 第二步则是在规定时间内 所属六级修真星内必须有数个完整的一级至五级修真国 以便形成一个循环 域外战场的战争是五级修真国升级唯一的方式 同样的事情几乎在每一个修真星上都会上演 一般来说 修真星上的六级修真国是不会干涉五级修真国之间的战斗 但凡事都有例外 若是六级修真国打压 那基本上所在修真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六级修真国 只不过这样的情况极为少见罢了 根据大部分的五级修真国推测 六级升七级恐怕要与所在修真星曾经出过几个六级修真国有关联 域外战场的战斗频繁会遗留很多尸体与废弃材料 这就需要有人定期清理 六级修真国对域外战场的清理工作有着严格的要求 只能是三级以下的修真国来处理 这里面的一些材料对于低等级的修真国来说 不亚于天才地宝 而根据四级修真国背后各自的五级派系 战场被划分为数个区域 以此类推 纷争是不论修真国的等级存在的 即便是三级修真国赵国也是如此 为了获得进入域外战场清理的工作 于是才有了绝名鼓的存在 这绝名鼓外有一个巨大的正法封印 是几千年前四级修真国的一个化神旗高手奉命前来摆下的 凡是达到结单旗以上化神旗以下的修真者均无法进入 这也是腾化元为何从先锋盗鼓般的修士天算之法中 得知亡灵在鼓内却无法进入杀他的原因 绝名鼓不仅仅是域外战场清理工作的争夺地 同时也是域外战场设在赵国的唯一入口 六级修真国对于域外战场清理工作的要求 除了限制只能是三级以下的修真国外 还有一点 就是进入者修为不能超过结单旗 一般来说资格确定之后留在鼓内的筑基齐修士 就会被传送到域外战场 根本就不用出鼓 一直到五十年期限满后才会被统一传送回来 腾化元正是因为知道这些 所以才屠杀亡灵全族收集魂魄 逼亡灵走出绝名鼓 否则的话若是想杀亡灵 只有等到五十年之后 此时此刻 整个绝名鼓几乎都知道有一个杀人恶魔 修为高不可测 有人分析他已经达到了结单旗 但却不知通过什么方法进入了绝名鼓 王林在鼓内一直向北部走去 灵力在体内翻滚更加剧烈 他心中的杀鸡随着这段日子的杀人 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更加浓郁 他脑中一片空白 根本不知道这段日子到底杀了多少人 更不知道谷内幸存之人 已经对他到了闻风丧胆 触目色片的地步 数日后 一直深情迷茫的王林 来到了绝名鼓最北部的边缘 此地是一片陡峭的山崖底 从这里爬上去就会出了绝名鼓 当然了 在封印阵法的作用下 凡是试图离开者 在碰到阵法的瞬间都会被再次传送到鼓内 这段日子 王林只要一想到父母 内心口就会脚痛 痛到他恨不得豁开自己的胸膛 痛到他每次都是喷出数口心血 随着时间的度过 数次之后 他的身子越来越虚弱 但他体内的灵气 却越发地向着寂静迈进 站在崖底 王林抬头望着天空 忽然跪在地上 重重地磕了几个头 眼角流下两行血泪 他心里默念 爹 娘 铁柱不孝 唉 一声叹息 在王林脑中回荡 什么时候醒的 王林跪了许久 站起身子 双眼阴寒 沉声说道 五天前 王林 滕花园的留言 我听到了 魂旗是一种 原音旗放能制作的法宝 可以封印魂魄 只要魂魄不散 等我恢复了修为后 自有办法复活他们 司徒南安慰道 王林沉默少许 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滕花园之所以杀你亲人 是因为怕你跑了 这是在逼你现身 王林 我剩下的原因精华不多 只能支持你三次顺移 你要谨慎使用 我要继续沉睡了 不过 我建议你去域外战场 在那里 我会缩减恢复的时间 司徒南声音越来越弱 最终消失了 三次 王林的大脑 前所未有的亲民 他皱了皱眉头 喃喃自语道 请听第一卷 平庸少年 第107章 米粒之光 绝民谷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 正魔双方展开了多次的战斗 但每当双方修饰看到王林后 都会立刻停手 纷纷让开一条道路 待王林走过后 双方再继续打斗 王林自祭拜完父母后 甚至已经不再混沌 他寻找到一处山崖 挖开一个洞穴后 盘膝坐在洞内 沉思起来 首先是体内的灵力 以前的灵力 虽说也具备冰冻的能力 但却远远不如这段日子 灵力展现出来的威力 这点 王林极为费解 即便是司徒南 也找不到答案 由此可见 集 道 使 三静 已经在六级修真国销声匿迹了 灵力突然的变强 让王林心底多了一份信心 他感受着体内的灵力 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自己体内的灵力 好像多了一些什么 似乎 似乎这灵力中 蕴含着某种神奇的物质 正是因为这种物质的存在 所以灵力变得 威力突增 以前没有发现 是因为这种物质 在灵力中含量极少 而现在 含量漠然间多了起来 这想法一升起 立刻止不住的蔓延开 王林眉头微皱 宁神内饰 体内灵力 再以丹田为起始点 流转全神经脉后 又回到丹田 如此周而复始 看着看着 王林渐渐找出一些端倪 灵力的颜色 已经变成了深蓝色 但这深蓝色 却并非灵力的本色 而是由无数个 深蓝色的细丝组成 这密密麻麻的细丝 就是灵力变异的原因所在 王林右手一挥 一道灵力自手心散出 在半空形成一个 拳头大小的蓝色冰球 在其内密密麻麻 有着无数深蓝色的细丝 沉吟少许 王林隔空一抓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慢慢的 冰球渐渐缩小 每缩小一分 王林额头就会冒下 大量的汗水 就在缩小了约三分之一大小后 忽然冰球内的细线 有一部分立刻崩溃 消散了 紧接着又有不少细线 似乎承受不住这种压缩 纷纷崩溃消失 王林眉头一皱 再次打出一道灵力 融合进冰球内 补充细线的数量 继续炼化 随着时间的过去 王林已经打出了数道灵力 每次都是消散大半 只能保留不多 但在这持续的灵力之下 渐渐的 冰球内细线消散的速度 赶不上王林 重新输入灵力的频率 最终在数个时辰之后 炼化终于完成 王林尽管神态疲惫 但双眼却目光炯炯 冰球已经缩小至米粒大小 颜色已经不再是深蓝 而是变成了青色 这青色的米粒内 已经完全被细丝占据 以丝丝危险的气息 从其内散发出来 王林目光闪动 隔空抓着米粒一跃身子 飞出洞穴 他在半空中略意停顿 便直接飞向距离 最近的密林处 站在密林处 他右手一挥 米粒立刻飞出 撞击在一个大树上 与此同时 一个微弱的青光闪烁了一下 但立刻 大树变成了冰晶 一道深蓝色的波纹 漠然间出现 王林面色一变 二话不说迅速后退 几乎就是一眨眼的时间 方圆三百米内 成为了蓝色的世界 三百米内 无论是树木 花草 昆虫 甚至连地底的一些小虫 总之就是一切有生命的物质 全部在这一刻 死亡 即便是王林自己 也被那蓝色光环扫了一下 身子顿时僵硬 一丝丝寒气 从脚底传来 好在 他体内灵力与之同源 慢慢地融化之后 他恢复了行动 脸上阴晴不定 王林望着面前的景象 他不知道 若是自己 被那青色米粒 直接击中 处于蓝色波纹的中心点 自己是否能够安然无恙 要知道 那青色米粒 是他把自身灵力压缩之后 专门提炼其内的 细丝制作而成 若是比较 恐怕在智上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这青色米粒 就是最好的法宝了 王林喃喃自语 在原地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王林转身离开 重新回到洞穴后 他再次打出一道灵力 耗费大量的时间 终于又得到了一个青色米粒 望着这毫不起眼的米粒 王林深吸口气 谨慎地收起 体内泛起振振虚弱的感觉 制作一个就已经有些吃力 现在制作第二个 体内灵力明显不足 这米粒威力虽大 但制作太过耗费灵力 王林苦笑地喝了一口 阴寒露水 打坐补充灵力 一直到夜晚来临之际 王林睁开双眼 体内灵力恢复了七七八八 他目光闪动 二话不说 再次打出灵力 凝神祭练 三天后 三个青色的米粒 飘在王林面前 他此时神情严肃 三个米粒已经是极限了 他不是没尝试制作第四个 可不知为什么 每次第四个一炼化出来 之前的三个 必定会有一个立刻消散 实验了几次之后 王林便放弃了 制作第四个的打算 经过这三天的观察 这米粒的威力虽大 但对于原鹰七高手来说 还是略有不足 无法达到满意的效果 若是能同时扔出几十个米粒 那自然稳操胜券 可惜 第四个米粒 王林无论如何也制作不出来 思考许久 王林脑子里有了个想法 就是把几个米粒融合在一起 如此一来 想必威力会倍增 更重要的是 若能合三为一 那么应该就又能制作了 想到这里 王林犹豫了一下 在四周 用碎石摆下一些简单的防御针法 之后 又祭出几个得自别人储物袋内的防御玉符 做完这一切 他狠狠地一咬牙 定气凝神 控制两个米粒 慢慢地相互靠拢 这一刻 王林的心都提到嗓子里 他已经做好了见识不妙 立刻顿走的打算 慢慢地 两个米粒终于碰在了一起 在这一瞬间 王林有种错觉 时间仿佛定格了 停留在两个米粒碰撞的那一刹那 但紧接着 两个米粒无声无息地融合在一起 没有掀起半点波澜 米粒的外表除了颜色略深了一些之外 没有其他的变化 王林一睁 沉吟少许 控制另一个米粒撞了上去 就在撞击的瞬间 一道清光微闪 王林面色顺变 二话不说 使用了一次瞬移 身子蓝芒一闪 消失在原地 在它消失的一瞬间 一道青色的光环随之而来 方圆千米之内 顿时成为一片冰雪的世界 一千米外 王林现出身影 虽然超过了光环距离 但站在这里 王林依然能感觉到 寒意从脚底钻进身体内 看着眼前的一切 王林沉默了 虽然瞬移浪费了一次 但王林认为值得 看来两个米粒融合是极限 若是三个 就会立刻自爆 洞穴显然是回不去了 王林苦笑 又重新寻找一处山崖 再次挖出一个巨大石斧后 走了进去 用了数天的时间 把三个米粒补齐后 王林轻车熟路地控制它们融合 融合出一个后 王林练化出 第四个米粒成功 这也证实了他之前的猜测 三个是极限 只不过 若是融合成一 那也只能算是一个 第三个米粒 与第四个米粒融合 最终 在王林的处代内 他谨慎地放着三个米粒 其中有两个 颜色深一些 把米粒彻底整理完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距离绝明谷风印开启的时间 已经差不多了 王林盘膝坐地 吐纳少许后 他睁开双眼 张口吐出一道绿光 绿色小剑嗡鸣一声 飘在王林身前 周身流光四溢 若有灵性般 王林一伸手 飞剑落在手心 他摸了摸飞剑的剑身 冰凉四股 绿色小剑是他的血链之物 王林体内灵力的异变 也间接造成了飞剑上 带上了极的属性 正要以变异灵力 再次祭连飞剑 漠然间 王林神色一动 神识中立刻察觉到 在洞府外 大约有上百道剑光 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飞来 似在追赶一人 王林面起寒霜 自语道 是他 王林走出洞口 冷眼向四周看去 只见上百人分成五份 把一个青年围在中间 这时包围的人中 有一中年男子走出 抱拳说道 李山师弟 那资格令牌 你玄道宗只需要一个就够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不如交出来 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 无风谷众弟子中 一青年冷哼一声 音声说道 李山 交出令牌 否则你死定了 被他们包围之人 正是当日在 横月派与王林 有所交集的李山 他这次是代表 玄道宗前来 队伍中 就他一人是宁气气 好在绝民谷 只对修为上限有要求 即便是宁气气 也一样可以进入 只不过绝大部分门派 是万万不会安排一个宁气气 弟子来到此地的 李山之所以能跟来 是因为他除了制作一些造假的 法宝药丸之外 还有一首堪称是绝妙的偷技 有了这个本事在 布男子破例让他进入 同时给了他一样 可以不被对方察觉的法宝 只不过 这法宝若是用的次数多了 就会慢慢失去效果 这李山也的确有几分本事 在同门的掩护下 多次趁着战斗之时 被他摸到不少东西 其中资格令牌 就被他弄到了两块 再加上玄道宗的令牌 在他的手里 已经掌握了三块了 失去令牌的门牌自然会发疯一般的进攻他人 希望能抢回一块令牌 于是才有了之前的无数次频繁的战斗 不过 也是这李山太贪 他从进入绝民谷后 只要看见人就忍不住用那宝贝掩盖痕迹偷取东西 次数多了后 那法宝效果慢慢降低 最终 在他偷第四块令牌的时候 法宝彻底失去了效果 他被人发现了 好在玄道宗及时把他救出 这才留下性命 但这事情被宣扬出去后 凡是丢了令牌的 立刻都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于是一个个也不打了 全部杀向绝民谷玄道宗的集结地 在那里 玄道宗的弟子被困住后 李山见识不好 悄悄地从早就挖好的地道中逃离 不想刚刚走出地道就被人发现 于是慌忙之下立刻逃跑 没跑几步 李山回头一看 吓得差点瘫在那里 他身后居然有一百多人架着见光追来 而且一个个显然都是筑基期的秀为 于是就有了方才的一幕 李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二话不说 非常干脆地从厨物袋里 翻出两块令牌放在地上 四周顿时安静下来 丢失令牌的两个门牌 立刻各自冲出数人 就要上前去捡 但其他门牌 怎能让他们成功 于是纷纷阻止 王林目光一闪 盯着地面上两块令牌 身子一动 以极快的速度冲了过去 对方立刻有人冲出阻拦 但还没等对方法宝袭来 王林右手一挥 引力术立刻抓住对方 向后一甩 就这样 几个起落间 王林已经快要接近了 就在这时 交战几方都发现了王林 其中 有不少在绝民谷内见过王林的 立刻大吃一惊 心底暗自叫苦 脚步纷纷停下 不再向前 但仍然有一些修士 对王林指纹其事 不见其貌 于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 王林目光一闪 绿色小剑 漠然间出现 六维滞留了一下后 顿时在他四周闪烁起来 每一次闪烁 总会有一个修士变成冰雕 暴毙当场 王林暗叹一声 他在几天前就感觉到飞剑有些问题 自从灵力变异后 飞剑控制起来 不是以往那么得心用手 好在这种感觉并不太重 王林加大了控制力度后 便可以忽略不计 在极静的灵力下 没有任何筑机器修士 能够阻拦王林的脚步 即便是那些手持掌辈赠送的法宝者 他们的法宝 也在极静灵力下 变成了一堆堆冰驼 要知道 极静修士 他全身最好的法宝 就是灵力了 五步 王林又迈出了五步 这五步 每一步都要有数人死在飞剑之下 渐渐的 四周的人越来越少 大部分都飞快地撤离到外围 远远地看着这里 不敢上前 轻而易举的 王林站在了李山身前 李山吓得连头都不敢抬 王林右手一抓 两块令牌飞起 落在他手中 他略以沉吟 把令牌全部收入储带内 索 然后目光一扫 冷淡地说道 把所有的令牌都交出来 否则的话 死 李山趴在地上 听着声音感觉有些耳熟 于是壮着胆子 抬头一看 顿时脑袋嗡的一声 失声道 你 你 王林 王林目光扫了李山一眼 吓得他浑身打了个冷战 连忙说声 不过内心 却掀起了惊涛海浪 要知道 王林这个名字 在玄道宗可是极为有名 与横月派交流中 横空出世的王林 一直是玄道宗 一些核心弟子心底的目标 同样的 这个名字 也一直是李山做梦 都想要超越的目标 尤其是多年前 无敌黑灰臭气熏天霹雳蛋事件后 李山的日子可就苦了 那段日子 他几乎每天都要无数次的诅咒王林 不过即便如此 他依然确信 自己总有一日可以超过对方 尤其是他达到宁气气十四层后 这个念头更加根深蒂固了 但现在 他却呆呆地发现 自己与王林的差距 根本就是天地之差 这才几年的时间 对方居然有如此修为 轻松至极地连连斩杀铸鸡其修士 在李山眼里 这王林的进步实在太过惊人 听到王林的话后 众人不由地想到 王林刚才斩杀铸鸡修士的随意 以及绝民谷内对他的传闻 心底均是意涵 许久之后 有一个白衣青年叹了一声 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 说道 道友 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什么修为 王林淡淡地说道 注鸡 第二卷 修真血影 第109章 那人一争 苦笑摇头 显然是以为 王林不愿说实话 他一拍储物袋 扔出一块令牌 转过身大声道 飘渺宗放弃欲爱资格 待开骨枝 我等就离开此地 说完 他带着一对修士 迅速向西南方飞去 慢慢地消失无影 有人带头 其他几个失去了令牌的门牌 也纷纷上前解释清楚 并且打开所有弟子的储物袋 是以并没有多余的令牌后 三个门牌离开了 何欢宗是最后一个 持有令牌的门牌 领头的女弟子 愁愁一番 并没有交出 而是看向留在此地的 另外一个门牌 吴峰谷 吴峰谷的领头者 是一个年近古兮的老头 这老头双目金光闪烁 修为更是已然达到了 假单境界 只需要闭关前修数年 或许就有结单的可能 他盯着王林冷笑道 小娃娃 老夫要谢谢你帮我弄齐了令牌 留下令牌 你可以滚了 何欢宗的领头弟子 眉头立刻展开 与身边的人耳语了几句后 宗内十多人 有男有女 慢慢向后撤去 王林扫了他们一眼 最终把目光投在了那狂妄的老者身上 二话不说 一拍处待 顿时一个青色的米粒飘在半空 老者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 他认为 刚才王林干净利落地杀了数人 自己也能做到 在他眼里 这王林一定是隐藏了实力 但最高也就是筑击后期顶峰罢 他认为自己修为和对方相当 再加上自己手持无风骨重宝之一的 天雷风火伞 定可稳操胜券 此时 眼看对方拿出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光点 老者轻蔑地一笑 对他身后的同门喝道 你等退后 看老夫如何灭掉这狂妄的小子 说吧 他右手一翻顿时一把三寸小伞绕着圈 旋转着出现在他手中 小伞上画着众多金色火焰图案 看起来颇为漂亮 无风骨的其他弟子 在听到老者的话后 尤其是看到那把伞 立刻面色微变 纷纷不由自主地退后竖步 更有甚者 一直退到十多米外 这才露出松了口气的样子 王林身子一动 抓起了在一旁目瞪口呆的李山 迅速向后退去 一边退 右手一边用引力术控制青色米粒 向老者所在位置撞击过去 老者脸上露出不屑之色 一拍小伞 顿时伞刷的一声打开了 一道金光 在伞打开的瞬间从里面射出 顿时一股怪风忽然出现 绕着伞四周吹动 紧接着 伞上画着的金色火焰 仿佛一下子活了一般 从伞上脱离而出 顿时四周一片燥热 就在这一刻 青色米粒碰到了小伞 最外围的怪风 紧接着 又是一片金色火焰 扑了上来 瞬间就把青色米粒包裹住 王林面色如常 脚步未停 心底默念 爆 在怪风与金色火焰中 一点青光亮起 瞬间便夺目四射 在农药到极点时 砰的一声 化为一圈深蓝色的 环形波纹 如潮水上涨的巨浪怒涛一般 疯狂地向四周推开 这一幕就犹如万马奔腾 几乎是眨眼间 巨浪般的环形冲击圈 就已推出三百多米远 风 本是无形之物 但此时 在这极静的威力下 赫然化为一片片蓝精 从天上掉落下来 紧接着 则是金色火焰 这金色火焰 甚至还没来得及熄灭 就被冰冻住 仔细看去 在那蓝精之中的金火 仿佛仍在燃烧一般 至于 无风谷的法宝 天雷风火散 立刻保持半打开的样子 被一层蓝色的冰晶覆盖 无风谷 假单修为的老者 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 他的脸上 依然保持着得意 以及不屑的神情 被泛着蓝光的冰晶 冻成了雕像 在他的身后 无风谷十七个弟子 即便是那个 跑得最远的家伙 也依然逃不过此劫 纷纷化为精雕 方圆三百米内 没有一个火口 凡是有气息的生命体 均都是寂灭 这里成为了生命的禁区 离山大脑一片空白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物 心底已然震惊到极限 张开嘴半天没说一句话 但看向王林的目光 却变得尊敬起来 何欢宗撤退及时 躲过此劫 但此时 他们在五百米外 却是目瞪口呆 不敢挪动半分 因为王林冰冷的目光 盯向了他们 无风谷弟子 在他们眼前 诡异地化为冰晶 这一幕充满了视觉震撼 望着不远处 那十多个姿态各异的冰雕 何欢宗的领头女弟子 面色苍白 没有任何血色地拿出资格令牌 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后 王林忽然沉生道 这令牌 一共有几块 女弟子身体一颤 强压恐惧之意 哆嗦地说道 一共有七块 王林神色如常 心里暗自计算 无风谷没有令牌 他现在的手上 算上飘渺宗和欢宗的那两块 一共有四块 还差三块就能齐全了 不过石英宗的令牌 随着那筑基后期的弟子 一同消失在阵法内 不算石英宗的那一块 还差两块 他来绝民谷前 叶自在曾说过 这绝民谷内的资格争夺赛 就是抢夺对方令牌 按照这么分析 再加上之前司徒男 苏醒的那一会儿 曾简单地介绍了 如何进入狱外战场 王林心底隐约有了答案 他看了女弟子一眼 忽然说道 进入狱外战场的资格 有几个 女子一争 略意犹豫 可以看到王林眼中 寒光乍旗 浑身立刻打了个冷战 连忙说道 三个 只有三个名额 说完后 他担心自己说的不详细 惹得对方起杀心 于是匆忙又补充道 一共七块令牌 但在狱外战场通道打开之时 若是有超过三块令牌 没有被销毁 那么就会取消赵国 进入狱外战场的资格 王林看了对方一眼 女弟子立刻心惊肉跳 急声说道 道友 我 剩下的三块令牌 我知道其中一块的下落 你若放过我 我全部如实相告 一百一十章 柳梅 说吧 王林神色如常冷言道 女子一咬牙飞快说道 是在玄道宗的集结地 那里现在应该还有一些人在围攻 我们刚才急着抓李山 没去注意那里 不过我肯定他们一定有令牌 李山面色顺便 但紧接着他就苦笑起来 因为王林的目光放在了他的身上 在柳梅长老的手里 李山本想说谎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王林的双眼 就忍不住从心底发寒 那种感觉 即便是他见到了始祖 蒲男子 也没有 也从没有过 柳梅长老 王林略意沉吟 脑海中渐渐浮现了一个娇媚的女子相貌 望着李山 王林开口道 他触击了 李山羡慕地点了点头 说道 他是蒲男子始祖亲自施法 帮助助击的 王林沉默少许 不由地想起了当初在横月山的一幕幕 爹娘慈祥的容貌 再次浮现心底 王林心中一阵脚痛 他伸手一抓 隔空抓起女子于李山 身子一跃 腾空而起 女子惊慌失措 顿时裤子上露出一片湿迹 女子的脸立刻火红一片 告诉我 玄道宗在什么地方 王林眉头微皱 隔空把女子放远了一些 女子懦懦地指了一个方向 李山完全放弃了抵抗 在一旁更加详细地指着道路 王林二话不说 身子迅速飞出 不大一会儿 在他二人的指引下 来到了玄道宗的集结地 地面上一片狼藉 显然刚才此地经历了一番恶斗 王林刚一来到这里 右手一挥 女子于李山摔在地上 你可以走了 王林看了女子一眼 转过头遥望玄道宗集结地 女子小心翼翼地慢慢后退 一直退到二百米外后 迅速祭出飞剑踏着剑光 以自身最快的速度飞快地顿走 李山 把玄道宗的人召唤出来吧 我只要令牌 不想杀人 王林语气平淡 徐徐说道 李山额头见汗 苦笑地从楚戴里拿出一块玉剑 放在额头 片刻后他向前一抛 玉剑在半空化作一道离弦之剑 眨眼间消失无踪 过了一会儿 地面上忽然冒出白色光环 渐渐地光环越来越亮 最终形成一连串 冲天而起的巨大环形柱子 在其内 大约有十人正盘膝坐地 每个人都掐着手印 在这十人中间 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女子 神情庄严 双手呈宝瓶状托起 在她的头顶 飘着一把浮沉 这浮沉丝如白发 甘如墨浴 一圈圈环形波纹 从其内扩散而出 王林目光闪动 在那十人脸上一一扫过 女子猛然间睁开双眼 看到李山后没有在意 但忽然看到 站在李山身边的王林 立刻一争 仔细看了几眼后 双目露出异样的神采 盯着王林 同时右手一挥 浮沉轻轻落下 被她拿在手中 紧接着 四周的光柱慢慢消散掉 十人中 有一个年约三巡的青年 复杂地看了王林一眼 起身抱拳道 王 王师兄 许久未见 这人正是柳梅的哥哥 柳峰 王林神尸一扫 发现她已经达到了 筑基初期 不过体内灵机不稳 显然是刚刚近身不久 王林望着他们 轻叹一声说道 玄道宗 罢了 把令牌给我 我不为难你们 哪里来的小辈 口气大得很呢 张嘴就要我 玄道宗的令牌 柳峰 你认识她 玄道宗十人中 站起一个老者 他面色阴沉盯着 王林冷笑道 柳峰苦笑说道 马师兄 他 他就是 王林 马兴老者一争 随即冷笑道 哼 原来是你呀 不过即便你达到了 筑基期 也没有资格在我等面前 口出狂言 滚 说完 他一甩袖子 一阵飓风平地而起 转眼间吹到王林身边 王林躲都不躲 那飓风刚刚临近 王林身前五米 忽然间化作一片片冰晶 落在地上 与此同时 绿光一闪 马兴老者身体一颤 胸口出现一个碗大的伤口 全身立刻成为冰雕 气绝身亡 王林有种强烈的感觉 自己体内灵力变异之后 仿佛心中一直存在一股杀意 好多次都险些控制不住 索性他也就不再控制了 绿光闪烁 飞剑散发出森然之气 徘徊在四周 剑剑指向玄道宗 但若细心去看 可发现飞剑在飞行间 时而会出现一丝懈怠 不过 每一次都被王林强行压制下去 玄道宗的弟子一个个面色大改 六峰更是呆在当场心底发寒 额头溺出冷汗 他心底一直默默地把王林当作超越的目标 一年前在蒲南子的帮助下 筑基成功后 他曾一度认为自己完全超越了王林 可现在一看 对方不但早就达到了筑基期 而且一身修为更是诡异莫测 即便是以马师兄筑基中期的修为 也在对方一箭之下身亡 这王林现在到底是什么修为 越是这样想 六峰就越是心惊肉跳 柳梅不知为何 没有露出多少意外的表情 而是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后 干脆利落地从除袋里拿出令牌扔给王林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他的双眼却是一直望着王林 把令牌收起后 王林冷淡地扫了柳梅一眼 转身腾空而起 眨眼间消失无踪 许久之后 柳梅才收回目光 悠悠地一叹 他的绝代风资在王林面前仿佛没有任何作用 王林回到洞府后 翻出五块令牌 略一思索 他毫不犹豫地捏碎了四块 只留下一块揣入除袋内 做完这一切 他用引力术控制四周十块 把洞口封死 又布置了一些预警的阵法后 王林开始了闭关 他要为两个月之后的大战 做好充足的准备 他用来说明天的阵法 是一切都要在那儿 做好充足的准备 跟他说明天的阵法 我用来说明天的阵法 我用来说明天的阵法